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话锋一转 这脖子上连伤口都没有啊 这次刺杀 失败告终 玉池康也被宇文护埋伏 双方人马现场厮杀 简直一片混乱 而玉池康也连续干掉了好几个人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都是被玉池康一箭毙命 后来等到玉池康逃跑的时候 我就闹闷了 刚刚杀了那么多人 为毛剑上血都没一点 独孤姓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提前给杨忠写了信 想把加罗嫁给杨坚 后来独孤姓收到杨忠的回信 信里说同一阵门亲事 对于杨忠这位多年的好兄弟 独孤姓说了一句 这辈子真是没信错你啊 但是字幕又打成了错信 喂 字幕君 你总粗绰是要扣工资的哟 杨忠兄弟 我独孤姓这一辈子 真是没信错你啊 我独孔 我独孔 都 kişi说